那我有個問題想問 是嗎 請問一下 三色豆的味道 這裡有一坨群聚 群聚三色豆 打電話打電話 19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Heli 我最近立了很多Flag 每一個Flag都實現 我的房子 雙下泡 13天 有看實況或之後進化的人 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今天的話是 特地去接左翼來 工作室工作一天 現在目前的話是 所有員工都 員在工作 那今天的話是 一口氣把所有事情處理完 所以我特別去接了我員工 然後左翼今天就會幫我拍片 然後 今天我們要幹一些大事 而一般的大賣場 很多地方都被少 少貨少掉 因為大家都就是要累積貨嘛 那你們覺得 有什麼東西是一直清不了的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 三色豆 其實我覺得還好啊 以前的披薩海鮮口味有那個 綠豆 我覺得還OK 很香披薩 你知道現在被取消掉了 你知道嗎 因為綠豆很邪惡啊 不會啊 我覺得OK啊 它是三色豆裡面 不該存在的那個 其實我沒有直接這樣吃過 三色豆啦 就是 你要直接帶他 我沒有要直接帶他吃 我們今天一整天 20小時內的三餐 我們都會搭配著 三色豆料理吃 這樣 那我們來 先講清楚 一千喜歡一天 到今天晚上十二點 可是通常這樣子 其實大家就不太會暗爭 沒關係我沒差 大家按我就死得更慘 大家不按我沒差 上禮拜那個是太誇張了 好啦 那我們第一餐我已經決定好了 我要吃 我前陣子剛學會的麻婆豆腐 我蠻喜歡吃麻婆豆腐 因為辣辣的 還蠻提神的 然後加我們三色豆 那我們就 GOGO 你來笑一下 該其實從那邊走過來 也不用十秒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麻婆豆腐 那我麻婆豆腐 其實是要用絞肉的 可是我用的肉是這個 台灣豬怎麼吃 那為什麼是用這個呢 因為大賣場裡面所有的絞肉都賣走了 那我先把絞肉處理一下 把它切 切絞一點 接下來我們就來切它 不要那麼堅固 切切 這當超頓的 拿牌 我忽然想到 我用剪刀剪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會不會比較好嗎 賣粗肉了 這個肉超難切的 而且工作室的刀其實蠻不利的 好啦 沒關係 其實就當作它是大塊的絞肉 這樣就是沒辦法分散在麻婆豆腐裡面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也沒辦法 嘿 接下來就要來做我們的 三色豆 麻婆豆腐 我覺得麻婆豆腐會完美 蓋住三色豆的味道 好 那我們一開始的話 我們先把我們的 蒜頭 這是我背肩三餐的蒜頭 切它們超久的 然後跟我們的蔥白 這也是兩餐的蔥白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去 我很喜歡蒜頭味超香 我也喜歡 欸 蔥白全像 我們先把它用到比較黃黃的感覺 先放我一下 喔 好香 你有聞到嗎 欸 有一點 有了吧 然後加入我們的微餃肉 炒至變色 然後把它拌均勻一點 然後加入一點點砂糖 跟豆瓣醬 我砂糖真的只加一點點 一點點 看 好像每次都會這樣 然後加豆瓣醬 OK 一大匙 啊 好 好多喔 好 因為我今天下的料比較多 啊 我上次有做過一次 然後上次的味道我覺得剛剛好 那今天的話我覺得就是 因為料比較多 我要稍微用多一點點 啊 看我鍋子太小了 糟糕 我用錯鍋了 太碎了 而且這不能翻太用力 它會碎掉 對 讓它煮一下 然後 煮的情況下再繼續翻炒 被煮菜的人看到這一幕 應該都中風了 他們已經中風在電腦上 加我乾嗎 然後加入我們的那個 我都忘記了 你知道嗎 好像下掉已經沒好的味道 不沒好的 太多了 我剛才有忘記你知道嗎 因為食譜上面寫 然後讓它一起燉煮一下 OMG 它變得不好吃了 看起來好餓喔 看起來真的有點餓 原本剛剛前幾秒還OK的耶 加入青蔥 叫做惡魔的料理 好 我們稍微等一下就可以上豬肉 耶 黑農特製 三色麻婆豆腐 它真的是完美 你看完美的點綴這一鍋 它會變得更糟 沒有三色豆看起來正常多了 有了三色豆看起來超糟的 那我們先來吃它的肉好了 它那個豬肉的部分 你看滿嫩的耶 除了我遇到之外 就是因為我剛剛很沒有抓好它的熟度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買的豬肉很好 雷蒙雷蒙 來一下 你吃吃看你吃吃看 你看 這肉不是蠻多肉的 它不是辣的 那你吃這個肉 你吃辣嗎 它很辣嗎 不會 它超辣 沒有沒有還好 它真的超辣的雷蒙 不 你看它肉粒肉所有肉是滿嫩的 再見了 意外的好吃對不對 還不錯 好像也沒有辣 有我加一點點 很好吃耶 有點意外喔 因為我剛才以為我要把它炒得很老 接下來是豆腐 豆腐咬下去就直接散開來 然後它細枝吸得很飽 因為我們水加了 就我們煮超久的 那我有個問題想問 什麼 請問一下三色豆的味道 這裡有一坨群聚 群聚三色豆 打電話打電話 19 好我試試看 老實說 麻婆豆腐大部分味道蓋到三色豆 可是你一直咬 它裡面的汁會爆出來 其實蠻不搭的 而且蠻難吃的 我好像有一點點懂 為什麼大家不喜歡吃三色豆 可以先不要按喜歡 大家先停一下 以前吃沒感覺 因為披薩味道很重 我就覺得還好 現在也不好了 我剛剛吃那一口 裡面有兩三顆三色豆 我的天啊 有點出貨 我遇到之外的 不搭 我以為麻婆可以蓋住所有的東西 欸有點 有點啞巴耶 而且 第一天的第一餐就吃這個 現在是早上10點多 有點重口味啊 我第一次吃到 就是如此不搭的食物 到了各位 等一下 下一餐第二餐 我們中餐見 好各位 完成 HERRYNO特製 三色豆炒飯 太大碗了 我有去查一下食譜 我想說 那我用少一點 還是差不多超大碗的 然後 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三色豆超級多 有沒有看到 這應該是在外面 最常見的那種炒飯的感覺 來 開動 他這個飯都糊在一起啊 我沒有讓他很分開啊 啊 糟糕 可是味道倒是領好了 假如說我吃不出三色豆的味道 應該是因為蠻大的關係 所以我真的吃不出來三色豆的味道 還是我沒咬到三色豆 哦有哦有哦 三色豆群聚 他們會一顆一顆爆開 那個味道是散開了 哦 蠻好吃的耶 但是我覺得我的 蔥啊 蒜啊 可以再炒久一點 終於來說 這個搭配是非常OK的 三色豆其實是要看狀況配 但是咬到還是會有那種味道出來 但是我覺得已經比 上一餐的麻婆豆腐好很多了 因為我第一次做炒飯 我不知道怎麼樣讓他更分開一點 他的飯都糊在一起了 這點我覺得比較可惜 然後再來的話應該就是 我下次可以再把三色豆的數目少一點 這個當作我第二餐其實蠻OK的 好啦各位 我只要把它慢慢吃完 那接下來第三餐 我會再想一些辦法 讓三色豆的味道不要那麼臭 今天影片就不會那麼痛苦了 現在目前覺得評價最高的就是炒飯 然後最後一餐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下一餐見 各位觀眾 現在已經是我最後一餐了 可是我最後一餐 已經算是隔天的早上 但是我想說 我還是把它完成三餐 現在的話我是 剛剛開完直播 想說 那我就來煮最後一餐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次做玉子燒 然後感覺其實還不錯耶 而且聞起來蠻香的 那為什麼也就是 看起來這麼難看 沒辦法 因為我是用平底鍋做 我沒有用那個 這個玉子燒專門的那一道 長方形 然後可以翻翻翻的那一道 好來 我們來吃吃看 我看後面超焦的 各位觀眾 給你們看橫面圖 它至少 是有疊在一起的 然後也沒有散開 外貌看起來蠻難吃的 但是 它蠻好吃的耶 重點是它真的是有層次的 我原本以為它會整個糊在一起 結果沒有 這是我第一次做玉子燒 我覺得還要再加強 然後 它也太鹹了 好鹹喔 比起玉子燒 有點像菜脯 然後我們回歸三色豆的部分 不知道我這個吃起來沒什麼味 三色豆的味道 大家可以不用按喜歡 按得那麼快 我們冷靜一下 玉子燒三色豆 不太妥 我剛剛吃的中間那一塊 那一塊的三色豆比較多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中間 它就是 中間綠色的那些都是 這樣 我剛剛一咬下去 哇 那邊有三四顆 就是一起在我嘴巴裡面爆開來 它那時候就感覺是 啊!我們要揭竿起義 然後 有五顆三色豆 然後再跟蛋 再互相對抗這樣 我很少吃到料理是 要對抗的感覺 通常都是和平相處 對 那這個真的是 今天總體下來 我體驗了三餐的三色豆 後來我想想 一天喜歡 一天好像不是一個太多的選擇 因為三餐三色豆其實 稍微有點痛苦 有一點點 我後來發現三色豆搭配任何東西 都會有一個 唯我獨尊的概念 就是三色豆會在中間就說 他媽的我最屌 然後味道超重 所以你要找到跟它很大的東西 目前我覺得就是超壞的 玉子燒 我這個做的蠻鹹的 所以 稍微可以蓋過去 可是吃久了 幹超鹹 可是整體的味道是 很十足的 好 各位 以上就是本週的美食時間 我不太喜歡 不是希望大家會喜歡 是我不太喜歡的 各位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 感謝你的訂閱 讓我更有發片的原動力 然後可以去追蹤我粉絲團 HerryLV 按讚我的EasyGrate B2CX84 但我晚一點我會把它全部吃掉 因為我覺得我做的蛋很好吃 唯一就是調味的部分 我可能還要再加強 想要再適中一點 我可以更好地把它吃完 好啦 差不多就這樣 那我們最後下部影片見 掰掰